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重生八零,媳妇有点辣》 主要播音,速速青阳,均演讲故事 喜欢等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哦,感谢您的收听 第314集 梁炳安是努力装低调,小车换成了自行车 对待单位同事的态度犹如春风话雨 一片和煦 看门的都觉得梁副局长最近好亲切 时不时能感受到梁副局长的亲切问候 让看门的受宠若惊 刘芳是那种压不住事的 凡阵川事件带来的阴霾一扫而空 刘芳又是那个趾高气昂的梁太太 梁欢也感受到了家庭气氛的变化 得知自己爸爸快要升职当正局长 梁欢的心理创伤几乎不要而遇 走路有精神了,在学校里也活泼了 他所在的班上,之前有凡寒当老大 谁叫凡寒他爸是梵振川呢? 现在梵振川被抓,梁欢亲爹就要由父转正 梁欢觉得自己才是学校第一人了 之前跟着梁欢去省城的几个女生不太认可 梁欢吹嘘蓝凤凰是亲大舅开的店 亲大舅如何疼爱他 去了之后大家发现也就那样 梁欢表姐还和他吵架呢 店虽然大,可他舅妈并不太把梁欢当回事 梁欢十分轻蔑 店开的再大,也就是个个体户 要不是看在亲切的份上,我才不去呢 蓝凤凰那规模也叫个体户啊 梁欢口气可真大 在一打听,梁欢他爸好像要升官了 大家对梁欢只能右捧着 反正梁欢一直挺受男同学欢迎 女同学都是有好处才跟着他混 他那小公主的脾气要不是别有所图啊 还真没几个同性能受得了 梁欢暗暗冷笑 梁欢早知道他表姐要嫁过来 却一声不吭 现在看着梁家倒霉了 梁欢自己又抖起来了 梁炳安会升官才怪呢 梁欢想到来找他的人 梁振川为啥会倒霉 不就是想抢取梁欢的表姐吗 梁欢的表姐有志气 也有靠山 能反抗梵振川 现在河东县很多人被抓 全是和他爹梵振川走得近的人 大家一起干过啥坏事 心里有数 但若没有抢取梁欢表姐的事 不知道啥时候才会动 河东县这些人 梁炳安是没来得及和梵家 站到一条船上 可梁家努力牵线搭桥 促成这桩婚事 真能一点都不受波及 反而还要升官 梁欢真是在做梦啊 以前是梁欢费力讨好他 梵寒才和他要好 还带他去梵家老宅玩过 哪知道梁欢 其实就是利用他当踏板 讨好他奶奶 搞得他奶奶差点把他讨来 给梵寒当后妈 梵寒当时知道梁欢不想 嫁给他爸 还挺高兴 觉得梁欢虽然有点小虚荣 脑子还不糊涂 梵寒也就帮了帮忙 让梁欢打扮得青涩点 免得被他爸给看中 结果呢 梁家要送女人给梵振川 梁欢却不告诉他一声 韩哥 您看 没事 让梁欢先得意两天 小姑娘嘛 就是沉不住气 好歹等他爸认命确认了 他再嘚瑟也不迟嘛 梵振川倒了 有些墙头草是一哄而散 但梵寒是连亲爹都敢举报的人 人够狠 还是有小弟很信服他的 忠心耿耿地守在他身边 那个女人咋样了 买了火车票 离开了河东县 我们也没咋收拾他呀 是没咋收拾他嘛 每天就去他住的地方闹腾 把他的新工作也搅黄了 都晓得小保姆和梵振川有一腿 在河东县 小雨是别想正常过日子 终于逼得小雨离开了河东县 梵寒才算勉强满意 这几年没少享福吧 凭啥还能安安稳稳地离开梵振川 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樊寒把小雨的钱抢了 工作脚黄了 在河东县的名声也搞坏了 这才是小雨应该有的报应 樊寒觉得自己还是太善良了 唉 没办法 他妈死之前拉着他手 要他以后做个好人 别和梵振川学 在河东县趾高气扬的梵家 真的是树倒胡孙散 梵振川刚刚被抓时 态度还很硬气 面对审讯 他消极抵抗 这人坏事干多了 心里素质强 对别人狠 对自己也不差 证据摆在面前也不能认 他妈妈哭哭啼啼的 想着办法搭救他 但梵振川这事 铁证资料堆得像小山那么高 苦主不少啊 之前是迫于梵振川的权势 忍着 现在梵振川被抓 党羽们也跟着倒台 苦主们终于敢说真话了 梵振川开始扛着不交代问题 被关了两天后 觉得腰隐隐缩痛 这疼痛一阵阵的搞得他烦不胜烦 后来痛得越来越厉害 梵振川就说要看医生 审讯的人还以为他是肾结石之类的毛病 痛起来的确要人命 结果把梵振川送到医院去拍片 他的肾脏一点毛病都没有 梵振川还是喊痛 最痛的时候 冷汗能把浑身衣服都打湿 梵振川这样的狠人还是配合调查了 不配合没办法 审讯他的人不给他止痛片吃 虽然那种痛 发作的时候止痛片也没多大作用 但吃了总比不吃强 梵振川想到自己在市委招待所挨的那一拳 当时就痛了那么一下 谁知道后遗症这么厉害 要是当时知道他就是拼死也不放过那些人 梁家的夏小兰 还有夏小兰那个当兵的对象 个个都别想跑 梵振川现在怀疑整件事都是个圈套 梁炳安到底是谁的人 故意说把外甥女儿介绍给他 就是个阴谋 知道的太晚了 梵振川看着摆在面前的证据 这是要把他往死了整 他是逃不过这一次了 不过梁炳安也别想落个安生 反正穿张嘴露出白森森的牙 就是缺了两颗牙 说话有点漏风 反正我自己的问题 我全部交代 梁振来了 梁振 您的茬给泡上了 还是信安毛尖 梁振 梁振安一下子成了单位的红人 明明不该他管的事 也找他汇报工作 特别是今天 会议上要宣布新的代理局长 群龙无首 总要有人出来主持工作嘛 梁振安把单位竞争对手 在心头过一遍 好像谁都没他有资历 他年纪不是很大 参加工作得早 功龄特别长 当局长也够资历了 上午十点 会议上果然提出了代局长的问题 取底的公司要展开 这些套话根本没啥用 梁振安就等着宣布任命 正说到关键地方 有几个人忽然出现 打断了会议 梁振安不由地抖了抖 带头那个很是眼熟 那天在市委招待所 带走了樊枕川 梁振安握着茶杯的手 用力 这些人来干啥 他们为啥向他这边走来 梁振安同志 一双手搭在梁振安肩膀上 他的耳朵嗡嗡作响 根本听不清对方说了啥 稍后